6月17日20时55分 四川省宜兵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 四川省人民医院与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组成的联合救援团队 搭乘5G急救车抵达灾区 在长宁县中医院安装了5G基站后 5G技术支持下的远程实时视频会诊随即展开 据悉这是中国首次将5G应急救援系统应用于灾难医学救援 6月19号 记者在四川省长宁县中医院地震伤员就职现场看到 医生正在5G临时病房为地震中骨折的72岁老人做B抄检查 B抄画面通过5G网络实时传输到300多公里外的四川省人民医院 供专家团队研判 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研发负责人崇景表示 5G网络相比上一代网络具有大带宽 低延时 广连接的优势 可以将提侦数据同步回传 从而节约伤员到医院后的检查时间 大带宽的这种传输质量的提升 将来有增降低的这个相关的网络实验 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医院场景真正走向落地 我们在整个的医学的会议场景当中 其实不仅仅是有一路视频 也不仅仅是有一个这个相关的场景 它是一整套的组合的场景 这个群领的设下 包含了说我们的远程的心电监护 包括远程的B抄 加拿来有学家学养 就一切的这种必要的提升数据 要同步传输到远端去 它才能做一个综合的检查 而这样的话就这样这个情况 就更加充分体现出 5G的这个相关的优势 5G网络支持下的会诊非常顺利 远程专家实时指挥病房内的医生 对患者进行心脏踩抄 腹部血管 颈部血管 腿部静脉等B抄检查 两端医生对话几乎无实言 犹如面对面交谈 最终确定了手术方案和麻醉方案 前来灾区救援的四川省人民医院 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伟告诉记者 老人年龄大 有高血压和脑梗病史 因此在手术和麻醉方面需要格外谨慎 必须向成都的专家征求诊治意见 5G就在这个灾难救援中 就它的及时性和方便性有很大优势 比如说一个医生 他可能现场处理需要很多指导 医期的解读需要很多专科医生的帮助 这个5G就是移动性 他就可以到现场就相当于 很多医生很多团队在背后给你巨大的支持 让你得到很多及时的很正确的引导 据了解 未来5G应急救援系统可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联动 快速制定抢救方案 提前进行数前准备 从而大大缩短灾难医学救援中的抢救响应时间 感谢 感谢观看